你们不要为我难过 也不要为我找谁报仇 方平 你和柔儿好好地过日子 为父给你们留了银子 虽然不多 但也够你们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义父 义父 都是我 是我的害的 义父 我一定会找到截止公平的土匪替你报仇 我一定会照顾好屈日 一辈子对他好 义父 义父 这是 这是义父 故意留给我的 义父 他知道 朝廷一定会去救此事 可怜天下父母心难 你找到什么了吗 刚刚我找到了 买你义父尸体的地方 走 好 我 义父 凭儿呢晚了 你这一生 清正怜悯 穷见客气 连一口好酒都没有喝上 好 平儿今天再陪你喝一次 来 信不到 好像有点不对劲 你说什么啊 这份给人动过 打开看看 那不会犯了忌讳 忌讳是人定的 打开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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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不得 屈大人的尸体呢 有人倒尸 谁 出来吧 别鬼鬼祟祟的 老生再次等候二位好久了 怎么是你啊 最近施主有血光之灾 希望你远走他乡 不要再回到东安县来 不用你说 我自己都知道 老生是肺腑之言 切记 切记呀 走吧 走吧 我们还得去找屈柔师姐呢 放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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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放屏 师姐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 我 爹爹 爹爹 你们要尽快帮方平发案呢 曲柔 你放心 很快你就会看到方平的 真的 这是白云宫的麻衣子 最近爹睡得不好 老做噩梦 你去白云宫给爹爹求个平安福可好啊 爹爹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是不是跟门外那些卫兵有关系啊 那些人是帮爹破案的 你赶快跟麻衣子去 我今天还想睡个好觉呢 不对 爹爹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不 曲大人不好了 朝廷的兵已经到西安门口了 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他们是来抓曲大人的 什么 你先挡他们一下 是 爹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为什么要来抓您呢 大小姐 事情是这样的 贡品失陷案上面怪罪下来 老爷啊已经一个人承担了 这跟我爹爹有什么关系啊 朝廷已经定案 翻不了了 你赶紧跟我走吧 我不去 我要留下来陪爹爹 走吧 走吧 我不去 我要陪爹爹 我要陪爹爹 我醒来之后 他们告诉我 我爹爹前一天晚上 被他们给杀害了 我爹爹没有了方平 我爹爹他 师姐 你先别着急 义父 可能并没有死 你 你说的是真的 我现在也不是太确定 可是 可是他说我爹爹死了 老爷确实死了 是我亲自给他验的尸首 那为什么棺材里没有我义父的尸体 我一直在这里没有见人去盗墓啊 胡说 我们刚才打开棺材 里面根本就没有屈大人的尸体 那 那我爹爹他 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我爹爹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你 来来来来来 来 我请二位过来 那我就不管完墓脚了 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好 那天 你们亲眼看见我义父被杀的吗 没有 没有 据说是当晚就在牢房里行行的 我们只是第二天看到了屈大人的尸首 你确定那是我爹爹的尸首吗 大小姐 你怎么这么问啊 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是我们两个 亲手把屈大人给埋了 那 可有什么异常 我就是奇怪 屈大人为什么那么痛快地认罪呢 公平失窃 最多算是失职吧 哪里需要满盘抄斩呢 这罪也判得太重了吧 这当天晚上被拉出去就直接给斩了 说起这事 我现在心里还愤愤不平呢 我看这事啊 芭城是屈大人平日里围观太清廉了 是没有给上头好处 那上头啊就是找个茬 拿大人开刀呢 那贡品到底是什么 我听说啊 好像是什么法宝 什么什么 乾坤 什么乾坤 哪找到了没有 哪能哪 屈大人都被斩了 新来的大人还没上任 这谁去找啊 我说啊 这说不定就是上头坚守自盗 然后故意嫁祸给屈大人 毒啊 来 先不透 有什么消息吗 刚才我出去打探 那些被杀的贪官 跟屈大人一样 全都不见了 全都不见了 好 走 我们去牢房看看 好 新布特 大小姐 等我们进去看看 是 三川兄 你在外面等着 好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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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们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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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为什么 站住 谁 站住 你什么人 是你 是我 你这个老鬼 来这里干什么 来找崔大人呢 你不是说崔大人已经死了吗 你不是不信吗 臭老鬼 你到底来干吗 和你们的目的 是一样的 你说什么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 看不穿呢 你要再胡说 信不信 我一刀捅了你 你要是杀了我 就永远也别想知道你们想知道的事情了 再说我也不想与你们为敌 三川 先听听他要说什么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就带你们去 你们想知道的地方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到了就知道了 走 去看看 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啊 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啊 这是崔大人行刑砍头的地方 爹 爹 爹 这是朝廷的事儿 我也不知道 那我义父的尸体呢 为什么不见了 天机不可泄露 以后啊 你们就明白喽 爹 至到如今啊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你义父的用心良苦啊 他的牺牲是为了换取你和屈柔你们两个的性命 明白吗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哎呀 我一定会为义父报仇的 新方平啊 你啊 你以后就不要再管那个贡品的事儿了 赶快带着屈柔远走他乡吧 要不然 你的下场跟你义父一样的悲惨 住嘴 若不为义父讨回公道 我算什么堂堂七尺男儿的 公道自在人心嘛 信不透 我觉得臭老鬼说得对 不然你跟屈姑娘就跟我一起去浪迹天涯 要不然就去南庚女支 不要再管贡品的事儿了 这个事儿太诡异了 屈大人已经死了 你们不要再白白送了性命 臭老鬼 我问你 那天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妖法 把薛勇送到魔界的 哎呀 什么妖法 是魔道乾坤 啊 魔道乾坤 魔道乾坤是上古年间 哥马黑路嘎 降服大力神马达罗扎使用过的法器 等打开人魔两界的通道 公匹 是你偷了公匹 我没偷 我没偷啊 不要再狡辩了 难怪了 那天我一直在公匹附近 可是那个盒子突然就空了 公匹也不一而非 新木头 就是他借走了公匹 派死了你义父 我要为薛大人报仇 可不能杀我呀 你要是杀了我 就永远见不到薛大人了 你是说我爹还没有死 我们可以看到我爹吗 所以啊 你们就更不能杀我了 是不是啊 新木头 你确定魔道乾坤就在那里吗 我不确定 如果魔道乾坤 不在马医子手里 如果马医子说的是真的 那么那天薛勇成魔 该怎么解释 魔道乾坤在薛勇手里 不可能 魔道乾坤不可能在薛勇手里 我想清楚了 结共品就是一场戏 一场掩然耳目的戏 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魔道乾坤 魔道乾坤 早就被人拿走了 那我爹他 不就成了替罪羊了 是的 义父被人利用了 我也被人利用了 这是一个早就预示好的大阴谋 可是我爹爹的尸首 还有被他处决的那些人的尸首 都哪儿去了呢 我也没想通 其中却有蹊跷 你们没有注意到地上的血吗 明明就是刚凝结不久的 那是我去牢房的时候 马医子放的 然后 他故意领我去看 听到你这么说 我也想起来了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而那些血字 怎么还那么明显呢 那些贪官 都是半夜被杀的 我义父 也是半夜被处决的 你不觉得 很巧合吗 的确是太过巧合了 魔道乾坤 一定就在附近 不为人知的地方 但是 薛勇是在白天成魔的 而且是烈日当头的正午时分 瞧啊 瞧啊 子时和午时 死的人 不是在子时 就是在午时 子午长餐日月经 玄关门户 秦桓 方平 你想到了什么 我也不肯定 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去想的话 那么 在这里死的人 都去了魔界 你是说我父亲也去了魔界 义父 和那些贪官 还有薛勇 都去了魔界 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但具体是什么阴谋 我真想不明白 难道 这一切都是薛勇 制造的阴谋 可是 薛勇不是死在我爹爹之前吗 是不是你爹的上司 你爹处决了那么多的贪官 肯定是有人要报复的 于是 就让你爹和那些贪官 一起进入魔界 好让他们折磨你爹 三少兄 你觉得魔界存在吗 我也是猜测啊 我有一个想法 你干什么 臭老鬼 你不是会算命吗 你猜到我今天来干嘛 我我我 我 还给我 想要拿回去 请明日午时 乱坟钢招呼 你还给我 还给我 去容呢 睡了 这哪儿来的 是我从埋子身上抢来的 罗兄弟 明天午时 去闯魔界 你说马蚁子会来吗 嗯 确定 他一定会来 哎 杏鸣鸣 杏鸣鸣 别走啊你 干什么 把东西还给我 你的东西 我 什么你的东西啊 那是贡品 你偷了贡品 老子还没给你算账呢 谁偷了 那本来就是我 我的宝贝嘛 再说 朝廷拿的也没用啊 现在该物归原主了吧 拿来 还你可以 答应为条件 你说 送我去摩狱 去 去摩狱 你不是 一向都是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的吗 嗯 嗯 嗯 嘿嘿嘿 这还差不多 嗯 施法吧 不过 新捕头 进魔界可不是开玩笑的 新捕头 千万别听这个老鬼的 冯萍 哎 冯萍 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来干什么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我要去摩羯救我义父 摩羯 那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太危险了 赶快回去 不 我就要去 你去救我爹爹 我这做女儿的 怎么能不去呢 我跟你一起去 你 快点啊 食神不得人啊 那你跟紧我 不许乱跑 好 你真得吃法 让开 你真得吃法 哎 没事了 我们应该到摩羽了 摩羽 那我们怎么走啊 什么声音啊 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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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丫头 看着往哪儿跑 跟我回去 姑娘 你没事吧 一群男人欺负个女人 成何体统 你找死 赶快 走 耶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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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撤 你没事吧 你流血了 谢谢啊 我是魔戒的原著名谢灵儿 多谢二位侠客相救 不用谢 方平他一向如此 经常见以勇为拔刀相助 我都习惯了 小事一中 不值一提 姑娘 我见过你 方平 你在哪里见过他呀 我与二位素未谋面 怎么会相识 姑娘 我所言不假 你曾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 你 我好像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想起来了 我梦到过一个人 你就是 你看胡言 一个魔戒 一个人间 怎么可能见过面呢 姑娘 你说你是原著名 什么是原著名 你们不知道原著名吗 你们该不会是从人间来的吧 对啊 原来你们真的是人 姑娘 我们刚来魔戒 对这里一切都不了解 我们是人类怎么样 你倒说说看呢 魔戒也是有阶层之分的 原著名生活在最底层 从人间来的驱魔人 武功越高 等级就越高 你们不会是驱魔人吧 我们不是什么驱魔人 我们从人间来到魔戒 是为了找亲人 姑娘不用害怕 刚才追杀你的那些黑衣人 就是你所说的驱魔人吧 嗯 是 那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的 是 是因为我驾到中落 被仇人追杀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 姑娘 对了 前面火山口是魔宫的入口 那是很危险的 千万不要去 告辞 姑娘 大人 卑职无能 搜遍了整个魔戒 也没找到魔灵女半点消息 人间那个臭老鬼 会不会是在耍我们 你这个废物 找了这么久 连个影子都没给我找到 来人哪 都给我听好了 就算把整个魔戒翻过来 也要帮我找到魔灵女 如果找不到魔灵女 拿你们的头颅来见我 是 啊 带走 起来 走 走 怎么又是那名人呢 快 让我找过来 我 放过他们吧 放了我们吧 是啊 你们还不快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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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没事 要不要紧呢 盗上有毒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解答 那还不快点 啊 啊 这伤口怎么越来越深了 怎么回事啊 魔兵的武器上都有毒 会胜过皮肤 经过血液 到达五脏六腑 最后直奔心脏 中毒身亡 你不是会解毒吗 你不是会解毒吗 快点啊 方平 没事 你干什么呀 解毒啊 那要用血解毒的 多脏啊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血能解毒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你 让他试试吧 这血可以解毒 这血可以解毒 它肯定是魔灵女 好了 姑娘 谢谢你 谢他干什么呀 都是因为他你才受伤的 师姐 别这么说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惹这么大的麻烦 要是故意的 还不就惹出更大的麻烦了 他就是个倒霉星 谁遇到他谁倒霉 别说了 你 你们别说了 我还是走吧 免得在这里惹你们生气 你们就当从没见过我 姑娘 你别走 我这个师姐呢 刀子嘴豆腐心 你别介意啊 再说 外面那么多魔兵 你再被他们抓到怎么办 你怎么又不走了呀 师姐 把你们两个留在这儿我不放心 跟我走吧 前面就是子卢 是我家 会安全一些 好 姑娘 这里怎么到处都是魔兵啊 为什么魔兵出入这么频繁 不知道在找什么 好饿啊 好饿啊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这什么鬼地方 我说错了吗 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到 你呀 该不会是魔兵派来害我们的吧 你 别胡说八道了 怕要害我们 刚才救我干嘛 好 要是真饿的话 吃这个吧 谁知道有没有毒啊 我才不吃呢 她是魔女 吃了当然没事了 她的血可以解毒 我的血又不能解毒 那谁知道她吃了 当然没事 我吃了会怎么样呢 人魔两戒本是不相干的 是你们人间的人 要跑到魔戒来胡作非为 我说的也是实话 你 魔女就是魔女 我懒得跟她拉扯 我们自己去找 诶 师姐 你去哪儿啊 没有她我就不信 我们自己找不到 这里是魔戒 没有她 我们人身体不熟的 去哪儿找啊 可是她一路上就会惹麻烦 我烦得烦死了 那别人还救过我们呢 她只会拖累我们的 这样无限制地拖累下去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爹 爹爹还等着我们去救她呢 师姐 这事是你不对 你说你饿了 别人给你东西吃 你说有毒 别人自己吃 你又说这种话 那 那谁知道她是不是骗我们呢 她骗我刚才救我干嘛 我 反正我不管 我就要自己去找爹爹 行了 行了 别吵了 天魔耳目众多 你们这样很快就会被她发现的 还是跟我走吧 走了 走啊 果然是个破地方 还吹牛父母是做生意的呢 你 你 师姐 魔戒的普通女子 却住在这么偏远的地方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 我只是魔戒的一个普通女子 虽然是原住民生活在最底层 但也自得其乐 直至有一天 从人间来了一个人 也就是天魔 我 这里的一切都变了 他派人到处抢抢名女 而我也被他看中了 所以一直在逃避 我和爹躲在这里相依为命 子龙虽然破了点 但比起其他地方 还算是安全的 姑娘 那你之后 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算一步吧 有什么用得着我 新方平的地方 姑娘尽管说 谢谢你 新大哥 方平 你还嫌麻烦不过多呀 谁 再想新方平来自营间 人间来的没一个好东西 爹 你快放手 你误会人家了 他什么人 灵儿 你认识他 我被驱魔人抓住 是他救了我 没想到从人间来的除了我 还有好人 伯父已是来自营间 爹 我说过你多少次了 你又带着酒去干活 你爹没有酒不能干活啊 伯父 你这腰间挂的 可是一壶好酒 行 你鼻子真灵 说明你懂酒 当然了 他喝过那么多酒 一闻就知道是好酒 恩公 铜银几杯如何呀 郑重下怀 果然是好酒啊 这便是我们魔界独有的鬼酒 鬼酒 小兄弟你有所不知啊 你别看我的紫炉破得不起眼儿 但是我这地方藏有宝贝 千金我都不换 什么宝贝 我这鬼酒酒泉喷涌而出 滔滔不绝呀 好 今天啊我要好好地喝 喝个痛快 来 来 爹 你能不能少喝点 这谢姑娘怎么什么都怪 男人喝酒你就不要管了吧 唉 唉 我这宝贝闺女啊 说起来是在关心爹 可总是凶巴巴的 爹 灵儿 曲姑娘太累了 带她去房间好好休息吧 哦 唉 她们走了 没有人干涉了 咱们两个痛快喝 来 唉 唉 小兄弟 你感觉这酒如何呀 这酒 我喝着没什么特别感觉 就是觉得特别香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醉之人 我比伯父还是逊色不少啊 敢问人间有什么好酒吗 那可太多了 有酱香型 清香型 浓香型 米香型 芝麻香型 凤行特行 我这里可没有人间那么多美酒 这儿只有鬼酒 这酒霸道 让人一喝就醉 唉 干 干 哎呀 平生唯有一事 让我犯愁啊 哦 何事 一直以来 魔界的驱魔人 都在追捕我女儿 说她是什么魔灵女 魔灵女 魔灵女 灵儿姑娘 就是魔灵女 星大哥 你们来魔界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来找我姨父 姨父 我们来这儿找我姨父 她在人间突然消失了 我担心她被人捉到了魔界 所以就跟了过来 只是到现在 也无从着急 你别再喝了 没事 我喝酒啊从来都没有醉过 看到你喝酒 我就想起我娘 你娘 你娘她怎么了 我娘 我娘已经不在了 都是醉酒惹的祸 醉酒 那一日我还小 伤不懂事 我娘得了重病 需要找人医治 可是我爹去喝的烂醉 怎么都弄不醒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娘 头痛欲裂 看着我娘在我面前离开 所以 所以你就不想让你爹喝酒 对吗 但奇怪的是 自从我娘走了之后 我爹无论喝多少酒都不会醉 所以我很担心他 没事的 别担心 你爹会好的 都这么晚了 两个人还不休息啊 方平 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去找爹呢 好 对了 这个也许能够帮到你 什么东西啊 长这么奇怪 这是魔戒的腰牌 有了它 你们就可以在魔戒伪装成驱魔人 即便大魔头的爪牙看到你们 也会有所顾忌 不会伤害你们的 这个好啊 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梁妖姑娘 真细心 我才不带呢 我才不带呢 你们进去找人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安全 别把这个腰牌弄丢了 希望你们早日找到屈伯父的下落 我说 你们这是打算到哪儿去啊 伯父 明日一早 我们就要启程 寻找我义父的下落 这里好酒好菜招待你们 你们就不能多住几天吗 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只是 我们迟早要走的 真是不给面子 说走就走